作者 程九 后期 鬼步语 第573集 萧九安在等,等魔教的教徒出现,等魔教的人包围此地。 黑石山是魔教的地盘,黑石山里到处是秘密,没有人知道魔教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魔教到底有多少教众。 他确实是能调兵前来,但是敌暗我明,真要打起来吃亏的是他。 与其漫无目标地去寻找魔教,与其不知深浅地对上魔教,不如让他们主动现身。 有他这个鱼耳在,有他先前放的话在,萧九安不相信魔教的人能一直按兵不动。 魔教可不是什么软柿子,被人气到了头上还能不吭声? 依魔教的性子,必然会想着先下手围墙,趁大军未到之前,先把他给宰了。 现在事情完全如他预料的那样,魔教妻子找上了他,身后跟了一串的眼睛,要不了多久,魔教的其他人也该来了。 燕北王,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倒是说说,除了不能带你们去魔教外,别的都可以。 魔教妻子说了半天,也不见萧九安回话,不由得急了。 萧九安仍旧没有理会他们,他慢条丝里地端起一旁的茶,轻轻地触了一口,那动作慢得差点没把魔教妻子给急死。 燕北王,你到底什么意思?叫我们兄弟几人来,又把我们兄弟几个晾在这里,你当我们兄弟好欺负呢。 魔教妻子一脸急躁,恨不得上前拎起萧九安好问个清楚,这人到底几个意思。 来人,如魔教妻子所愿,萧九安开口了。 你,你要干什么? 魔教妻子引有不好的预感,不自觉地往后退。 爷。 门外的灰衣侍卫走了进来,萧九安随手将茶钟放在一旁,说道。 把人带下去。 是。 侍卫上前,欲拿下魔教妻子,魔教妻子自是不从,欺人背靠背围成一个圈,摆出战斗的阵型。 燕北王,你这么做就不厚道了,你这是耍我们几个兄弟玩。 区区两个侍卫,魔教妻子自是不会放在眼里,但是萧九安就坐在这里,他们根本不敢出手。 九爷,这些人交给我就可以了。 不知藏在哪里的李远,突然冒了出来,区区七只臭丑,他还不放在眼里。 李远一出,魔教妻子明显感觉屋内的气氛不对了,忙道。 燕北王,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我们兄弟七人是诚心来找你交易的。 萧九安抬抬手,说道。 太吵了。 九爷放心,我这就将人处理了。 话一落,李远便动手了。 二十年前,李远就是江湖第一高手。 经过二十年的沉淀,李远的武功精进了一步,魔教妻子根本不是李远的对手。 不过数十招,魔教妻子已露出败局。 你是什么人? 魔教妻子自认在江湖上也算数得上名号的高手,他们七人联手,就是在江湖一流高手面前也有一战之力。 可面对此人,他们却节节败退,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这人的武功比之燕北王也不差多少? 李远。 这七人注定是死人,李远也就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了。 李远? 魔教妻子有片刻的争冲,随即睁大眼睛看着他,惊恐地道。 你,你,你就是李家那个李远? 这话有些不清不楚,但李远却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 没错,老夫就是二十年前那个李远。 为了找魔教妻子,为了找到魔教,他费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今日大仇终将得报。 不管日后如何,他李远今天都成萧九弯这个情。 不,不可能,你怎么会跟燕北王在一起,你不是? 魔教妻子惊慌地后退,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李远不是被皇室看了起来吗? 以往李远每一次离京来黑石山,他们都会提前收到消息,这一次怎么没有收到消息呢? 事实不是他们没有收到消息,而是送出来的消息被莫七夕给劫了。 既然莫七夕能查到二十年前李远灭门真相,又怎么可能不做防备呢? 老夫不是什么? 李远本欲对这七人下死手,可见他们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又生生忍住了。 这七人透着不寻常。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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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魔教妻子连连摇头,这一刻他们已不敢再战,只想快些离开。 魔教妻子之间的默契十足,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七人却清楚彼此的想法。 七人飞快地交换一个视线,联手挡住李远一击后,飞快转身往外跑。 想跑?你们太天真了。 李远脸上闪过一抹不屑,身形一动,如同大鹏斩翅扑了出去,一掌一个,不过眨眼间就将七人打趴在地上。 当年你们图我满门,今天我便一一还给你们。 李远举荐刺向魔教妻子,魔教妻子连滚带爬地躲开,惊恐大叫。 当年的事不怪我们,我们也只是听命行事。 动手的是你们。 不管是下令的人,还是动手的人,他都会一个个清算。 我们,我们。 魔教妻子想要解释,可却开不了口。 这些年他们杀人无数,仗着自身武功不错,再加上身后有魔教做靠山,从来不担心有人报复。 现在撞到了鬼,居然遇到了李远寻仇。 你们该死! 李远手腕轻动,见光闪过,只见七人惨叫一声,一身是血地,晕死在地上。 侍卫站在一旁,见李远虽然下手极狠,却没有取七人性命,暗暗松了口气。 他们还没有摸到魔教的老巢,这七人还有用处。 放心,老夫有分寸。 李远心头的火还未消,但他也清楚光杀这七人不够,灭门之仇只能用屠戮满门来报。 李远强压下心中的杀意,收剑道。 把他们带走吧。 侍卫点头上前,用特殊手法将七人绑了起来,直接拖着走,在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 九爷,他们该来了,我出去看看。 在魔教妻子身上刺了上百件,李远心里的怨气稍稍松了几分。 当年魔教妻子用了多少刀涂光他满门,今天他会百倍地还给魔教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